今個端午節,大家有沒有三年休呢? 如果有,不如近近地去澳門吧! 路騰幾間美麗酒店都有新食、新食玩 不一定要住才能享受 先看看威尼斯人 西餐廳Portofilo自5月中推出全新地中海Style的週末brunch 只看海鮮陣容已經嘩出來了 有龍蝦、生蠔、帝王蟹腳、鮑魚、扇貝、聖子等等 還有地中海Style不少的海鮮risotto 哇,這件鵝肝真是不得了 大大塊,煎到香噴噴 放在一塊豆豉上面 粒巨型毛花果,多汁又清甜 實在太棒了 整個場總共有6個區 這座牛肉山都很澎湃 甜品區也有很多選擇 造型和味道都很出色 巧克力mousse味濃,但不太甜 不單止食物質素高,還好懂得攪拌氣氛 出來唱歌,扭氣球,轉碟感 無求令大家吃得開心 再看聖Rigis 西餐廳雅舍逢週六下午 帶來傳統的土生蠔人下午茶 蠔文意思解做肥茶 即是成宴感解 超過30款政治煎炸美點 留意,有些傳統葡式小食 平時去吃葡國食物都未必吃得 同場還有中式點心和澳門懷舊小食 主食可以點選免炒飯或炒米粉 還有特色無花果物和西洋菜物 大人每位148元,值得試試 至於澳門巴黎人直到6月底 都有法國品味巡禮 特別在在鐵塔7樓的觀景台 首次開放用餐 讓你一邊吃,一邊看表演 還可以欣賞路騰風景 吃完東西不妨看表演 巴黎人劇場的全新表演 集合紅魔方歌舞、電單車雜技 魔術、花式入樽、流冰等表演 65分鐘無間斷 真是看到娃娃聲 這個表演由3月一直加長至9月 記得上網買定票 這期去開路騰要看這裏 新豪天地最新酒店Morpheus 莫柏芝 是已故建築大師的作品 外面看,中間有個好像八字形的洞 很特別 在Lobby抬頭看,天化設計很有心思 正式營業就有得吃法國名牌甜品了 我們在 Macao 製造的餐廳 是基於我們做的 約100%的材料都由Franstom Lobby 共有12部升降機 由大堂升上去 就好像穿過成棟建築物一樣 真是有點科幻感覺 旁邊的新豪影匯都有新攪作 出動外星人來攪展覽 裏面有間外太空酒吧 讓你探望一杯外星飲品 還有綠幕互動體驗 拍完片還可以傳給自己 還有很多外星人拍照位 散步在新豪影匯不同角落 還有主題產品 這麼多東西玩 我也想過大海走轉 拍了個 McKinnon 數能更有一點 拿回去 適合 上吳